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各年度检验批数的统计 那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再去思考一下 就是什么 这个检验批数比例 您看一下 如果我刚刚这边是以什么最高来去呈现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把那个检验批数比例放到颜色这边 记住颜色只能一个 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意思就是说 就是这个检验批数比例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比例是蛮高的 好 我们把它换一个 不符合批数比例 放到颜色这边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颜色啊就很有意义咯 代表什么 民国一百年怎么样 不合格批数是很高的 民国一百年我们的检验的批数虽然不高 只有什么 两万四千比 可是呢我们查验出来不合格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好了 这也因此 这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隔一年 我们的检验的批数要不要增加 一定要增加 你看直接增加到从两万四直接变到七万七耶 这样可以了解哦 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因为这个不合格率 不合格的批数一丢进来 颜色来去呈现 一百年是不是有很高的不合格的批数比例 所以呢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民国一百零一年 我们的检验批数就要增加很多啊 这都是变成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了 一定是这样子嘛 政策上面一定是这样子 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对于某一个国家 他就是输入的食品 如果检验第一笔没问题 检验第十笔也没问题 检验到第一百笔也没有问题 那我想那后面他抽检的几率会越来越 就是都是用抽检的方式了 就不用逐项的来去做一个检验 那如果你检验第一次检验不合格 第二次检验不合格 请问你第三第四第五第十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逐项来去做检验 所以就提供该门做参考了 所以这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了 除非这是假资料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这边 这边有看到不合格的一个比例 很高嘛 结果这边假设101年看到资料 看到那个检验的批数是很低的 那就代表说这是有问题的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请你们就是拿到资料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合理不合理 就像例如说你看哦 103年我们是不是看到不合格的那个批数比例 就是100件里面大概有两件是不合格 那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看看说 这个地方 它100笔有2.7笔是不合格的 那这边100笔有1.9 将近2笔是不合格 那这边其实一定要检验的比数 一定要比它还来的高 这样才合理 就提供给我们参考的这是检验 检验